第85章 怒杀 上 龙浩尘静静地站在浩月背上凝视着逐渐接近的大恶魔骑兵 前所未有的灵力煞气变得越来越强 感受着背后采儿温软的身体 她的心就一阵阵地绞痛 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憎恨过什么 可对这些大恶魔骑兵的恨意却达到了巅峰 为了我 又是为了我 采儿受到了这样巨大的伤害 哪怕是流进最后一滴血 我也不会让他们再伤害到采儿分毫 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杀尽所有魔族 敌人越来越近了 龙浩尘虽然没有增强视觉的技能 但他的势力一向很好 现在已经能够辨别出敌人的强弱 三十大恶魔骑兵和之前的数量一样 带队的是一名六阶恶魔统领 并没有其他的恶魔族强者出现 显然 这三十大恶魔骑兵是之前那一批的预备队 负责接应和应变的 得到恶魔领主的信号 这才快速赶来 金色光雾开始出现在龙浩尘身体周围 骤然闪亮的金光 像是灯塔一般鲜明夺目 大恶魔骑兵们显然是看到了 这种充满光明气息的金光 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龙浩尘看到黑暗灵力一样 叙事 龙浩尘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液态灵力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浓缩着 左手圣灵剑插在浩月身边的地面上 改为双手握住蓝宇 光之芙蓉 他整个人都进入到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叙事的速度也要比以前快了许多 双手疯狂地注入到蓝宇光之芙蓉中 浩月的三颗大头也开始同时吟唱起来 各自吟唱着不同的咒语 奇妙的节奏感并没有丝毫影响叙事中的龙浩尘 反而有种出奇的和谐 此时 龙浩尘背后的洞穴中已经恢复了平静 只是站在洞口处的李星 眼神不断出现着变化 有懊悔 有愧疚 但是 他握住双剑的手依然稳定 洞穴内 其他人的目光都凝固在龙浩尘身上 看着那并不算太过高大的身影带给他们横刀立马 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的强势 尽管出现在外面迎敌的此时 只有龙浩尘一个人 但出奇的是 无论是将级21号猎魔团 还是市级4号猎魔团 竟然都有种心安的感觉 似乎只要是龙浩尘在 就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他们似的 每个人都在努力恢复着自身灵力 露西只要恢复一点灵力 就会释放出一个治疗魔法 主要的治疗能力都集中在昏迷的点烟身上 点烟的伤势相当严重 正面承受静万灵力的恶魔统领一击 对他来说 就像是身体撞击在了山岳上 顿破不说 双臂骨折 甚至连胸骨和肋骨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 内脏被震得离位 如果不是当时露西的治疗及时 恐怕他直接就要内脏破裂而亡了 浩尘 小心他们的灵力连体技能 李星朝着龙浩尘的方向高喊了一声 他们已经先后两次面对大恶魔骑兵了 第一次 在浩越的混乱元素玻璃魔法之下 大恶魔骑兵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实力 而之前的第二次 也因为彩儿的强大 大大的骚扰了大恶魔骑兵攻击 而且更是干掉了敌人中留抵住的恶魔领主 当时如果不是恶魔领主 惧怕彩儿释放的灵力杀器 换成了以他为尖端所施展的灵力连体 根本没有人能挡住一击 而此时此刻 他们将第三次面对大恶魔骑兵 没有了彩儿的骚扰 也没有了浩越魔法偷袭的可能 面对这些大恶魔骑兵的 更是只有龙浩尘一个人 他能够战胜他们吗 恶魔统领背后 已经有十名大恶魔骑兵排列整齐 做好了释放灵力连体的准备 其他二十名大恶魔骑兵 则是分成两对 从两侧绕上 做出三面合围之势 强大的压迫力不断生腾 怎么看 龙浩尘似乎都没有正面抵挡住他们的可能 就在这时候 浩越动了 巨大的身体 带着龙浩尘 就那么从正面 朝着那处于灵力连体状态中的恶魔统领 发起了冲锋 恶魔统领乃是魔族六阶强者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看到龙浩尘身体周围生腾的光元素灵力强度 他就能判断出 眼前这个人类在灵力上绝对比不上自己 更何况 自己还处于灵力连体的状态之中 宁笑一声 恶魔统领骑成着胯下梦魇魔马 笔直地朝着龙浩尘冲了过来 他背后的十名大恶魔骑兵都是长矛前指 暗红色灵力连接 就像是一个人似的 跟随着恶魔统领快速前冲 要知道 这些大恶魔骑兵乃是恶魔族精锐中的精锐 酒精训练 放在战场上 就是等同于人类光耀天使骑士团那种程度的存在 凭借着灵力连体技能 他们曾经让圣殿联盟吃过不少亏 每当在战场上遇到他们的时候 圣殿联盟就只能选择派出强者来对付 龙浩尘只是一个人 他只是骑声着浩月 而且还是站在浩月背上 而对面那恶魔统领身上暗红色的火光 却在疯狂生腾 几乎照亮了方圆数十平方米范围 双方声势相比 龙浩尘明显要弱小了许多 可是 浩月的冲锋依旧义无反顾 依旧充满了强势 他口中的咒语 在这个时候已经停下了 但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 此时浩月的三头六目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 身上的灵甲表面更是有一层淡淡的紫意荡漾着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从一百米拉近到五十米 再到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眼看着彼此就要进入对方的攻击距离了 就在这时候 浩月三头同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捧浓烈的紫色 骤然从他三头之中爆发而出 震撼全场的一幕出现了 在浩月这一声怒吼之下 原本身体周围暗红色火光极为浓烈的恶魔统领 全身一颤 身体周围的庞大灵力居然骤然消失了 而他背后的那些大恶魔骑兵们 与他们的梦魇魔马 都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东倒西歪 还哪有半分维持灵力连体的样子 金光 瞬间划破长空 空气压缩发出剧烈的气暴声 下一刻 力笑在那恶魔统领身下的梦魇魔马附下终结 一道金光 就像是固定在了空中一般 沙 龙浩尘怒吼一声 浩月就那么朝着恶魔统领撞击而去 诡异的是 那身上多了一道金线的恶魔统领 却是一动不动 直到浩月撞击过来 他手中长矛以及身体 梦魇魔马 才骤然被撞散 与之前死在龙浩尘手中的恶魔统领一模一样 一箭两断 如果说 前一名死在龙浩尘手中的恶魔统领 还可以说是因为实力已经被削弱了许多 再加上异军的魔法限制 以及灵星的抗拒火环冲击 导致龙浩尘偷袭成功 那么 这一次就没有任何侥幸了 正面碰撞下的秒杀 全胜状态 并且在灵力连体下的恶魔统领 竟然连龙浩尘一击都没能接住 谁也不知道 浩月那一声怒吼 发出的能力是什么 但是 当他带着龙浩尘 从恶魔统领背后 那十名大恶魔 骑兵身边冲过之后 留下的就是一地尸体 包括梦魇魔马在内 甚至连一具全尸都没有 而这些大恶魔骑兵 甚至没有多少反抗之力 发出那一声怒吼后的浩月 却完全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眼眸颜色恢复 也没有再释放任何魔法 显得有些疲倦 但是 他所做的 已经足够了 帮助龙浩尘 中断了恶魔统领的灵力连体 就注定了这场战斗的走向 受到浩月怒吼影响 恶魔统领 甚至连一个有效的技能都没有发出 就在那种心胆剧烈的恐惧中 被修罗斩一刀两断 接下来的过程 就是一种屠杀 龙浩尘使用的技能 只有少数几个 冲锋 突击 闪电刺 十字斩 几个低阶承戒骑士技能 在他手中用出 却爆发出强大的威能 有光元素精灵雅婷 在背后的支持 使用这些灵力消耗较少的技能 对龙浩尘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负荷 叙事修罗斩给他 只剩下了数百灵力 但凭借强大的灵力恢复速度 对付剩余的敌人 却是足够了 千万不要忘记 现在的龙浩尘 修为已经距离六阶越来越近 洞穴中的众人 看到的是目眩神秘的一幕 一道金色身影 就在半山腰上僻逆纵横 金光闪烁之间 敌人血肉横飞 而且 在他背上 还背着失去了四感的彩 一个人 他仅仅是一个人 在做齐的帮助下 竟然在屠杀着强大的大恶魔骑兵 六阶的恶魔统领 居然是被瞬间秒杀的 这已经完全脱离了五阶骑士的范畴吧 感受着龙浩尘身上迸发的凛冽杀气 将级二十一号猎魔团的众人 更多是兴奋 而市级四号猎魔团 反而是惭愧居多 第85章 怒杀 中 接触的时间越长 市级四号猎魔团 越是感觉到 自身与将级二十一号猎魔团之间的差距 龙浩尘和彩儿这一对情侣双合 始终在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 其他成员 也各有强大能力展现 更重要的是 他们之间的团结 整个屠戮的过程 只用了十分钟 龙浩尘没有放走最后一个敌人 最后一名大恶魔骑士 是死在了他 甩出的圣灵剑 孤注一掷下 而看上去 此时的龙浩尘 依旧有余力 光元素精灵雅婷 也一直在尽忠指手地帮他恢复着 没有解下背后的残 龙浩尘甩掉一双重剑上的血珠 和浩月一起 大步回到洞穴入口处 龙浩尘是没有什么强力的群体治疗魔法 但并不代表浩月不会 一个圣光普照技能 顷刻间充斥在洞穴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大家准备一下 我去打扫战场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龙浩尘的声音有些沙哑 说完这句话 他就转身走了出去 将一具具大恶魔骑兵 和梦魇魔马的尸体 收入永恒旋律 没错 永恒旋律本身还是一件储物魔器 至于他的空间有多大 以龙浩尘现在的精神力 竟然还感觉不到 龙浩尘的感受更加清晰了 每当他斩杀一名大恶魔骑兵后 对方的灵魂立刻就会被永恒旋律吸走 而且刚刚斩杀敌人后 敌人的灵魂似乎比之前从战场尸体上 吸收的更加浓郁一些 既然没办法阻止 他也只能是当没发生过了 对于灵魂的能量 他实在是没有什么理解 凭借着永恒旋律 龙浩尘打扫战场的速度很快 当他再回到伙伴们面前时 除了依旧处于昏迷中的点烟之外 其他人至少都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灵魂似乎已经从之前的激动情绪中恢复过来了 看到龙浩尘轻而易举打扫完整个战场 而且是将前后两拨大恶魔骑兵的尸体 以及梦魂魔马尸体全部收走 他不禁瞪大了眼睛 背对着其他人 向龙浩尘打了个手势 龙浩尘瞥了他一眼 默默地点了下头 大家情况如何 龙浩尘问道 韩宇道 除了点烟重伤之外 其他人走路都是没问题的 只是想要继续战斗 就有些困难了 我和圆圆 司马 都吃了嗜血丹和暴灵丹 恐怕要虚弱一段时间 婴儿的麦斗小猪也受伤不清 短时间不能再吸收魔精加入战斗 路西道 我们这边情况稍好一点 韩道斯和李星 还有再战之力 异军燃烧了生命力 也陷入昏迷 随着灵力恢复 我需要至少三个时辰 才能再次施展群体治疗 点烟至少要在我的治疗下七天以后 才能勉强恢复战斗力 小莫和我差不多 也要三个时辰左右来恢复灵力 这一战 虽然两支猎魔团都没有死人 但可以说都被打残了 真正还有战斗力的 就只有龙浩尘 李星和韩道斯三人而已 彩儿比受到重伤的点烟还要凄惨 失去的思赶要七个月才能恢复 龙浩尘默默地点了点头 略作思考后 我让浩月带着点烟和义军 我们立刻出发 翻山 深入后面 没有恐惧悲笑洞穴 这个明显的目标 在大山里 我们更容易隐蔽 等大家的能力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尝试返回 陆西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着龙浩尘的目光 却流露出一丝犹豫 龙浩尘知道他在想什么 之前我在恐惧悲笑洞穴中的过程 全部录像了 这里 显然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探查的地方 等安顿下来后 我会将探查宝石共享出来 给大家观看 探查宝石录制的内容 是不能做假的 至少他们之中没有人有这种能力 那需要强大的炼金术才行 听龙浩尘这么一说 陆西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是向龙浩尘点了点头 龙浩尘道 这就出发吧 刚才我收取的敌人尸体 魔精算你们团三成 陆西赶忙道 不用了 我们没做什么 龙浩尘摇了摇头 他的语气明显强硬了几分 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 一切按照说好了的进行分配 没有你们 我的伙伴也同样坚持 不到我回来 就这么定了 出发吧 采儿的灵卢反噬 导致龙浩尘心情极度烦躁 少了几分平时的温和 却多出了几分霸气 但他的实力和能力摆在那里 他说出这样的话 只会给人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甚至令氏级四号猎魔团 暗暗感激 那么多梦魇魔马 和大恶魔骑兵 三分之一的魔精 可不是个小数目 众人再次上路 虽然他们大多十分虚弱 还有伤在身 但身为职业者 身体强度也是远超常人的 在黎明的曙光映照下 一行十三人 没有试图离开这片山脉 反而是在龙浩尘的带领下 翻山越岭继续深入 一直连续翻越了两座山峰后 这才在一处长 有少量灌木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片山谷 有一处天然的石壁裂缝 正好能让他们进行栖身 等他们驻扎下来后 已经是天光大亮 路西成为了最忙碌的人 一边不断恢复着灵力 一边为众人进行着滞留 令龙浩尘心情略微放松的是 彩儿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 此时 他就坐在石壁裂缝 入口处不远 让彩儿倚靠在自己身上 彩儿显得很安静 目不能视 口不能言 耳不能听 鼻不能嗅 可他却似乎毫不在意似的 只是静静地依偎在龙浩尘怀中 其他人都在休息 韩道斯负责放哨 龙浩尘拉着彩儿一只手 用手指在他掌心缓缓地写着字 将自己在恐惧悲笑洞穴中 度过的整个过程 毫无遗漏地写了出来 彩儿不能聆听 但却能够感受 他竟是很享受这种感觉似的 任由龙浩尘在他手掌上滑动着 依偎在他怀中 就像是陈婴儿怀里 那乖巧的麦兜小猪 林兴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李兴突然向林兴招了招手 示意他跟自己走 林兴愣了一下 眉头微皱 但他还是跟着李兴向裂缝深处走去 龙浩尘只是疑惑地瞥了他们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在他心中 李兴绝对是最能信任的人之一 对于这位姐姐的性格 他了解得很 而且他也不知道 之前洞穴中曾经发生过什么 继续在仨手掌上写着字 其他人都各自在修炼 并没有关注他们这边 这道裂缝很深 一直向山体内延伸出近两百米 向空中望去 能够看到一线天的奇景 李兴一直向里走 直到其他人的身影 都被石壁挡住了之后 才停下脚步 林兴脸色淡漠地停在他身后不远 简单地用手指梳理着 自己那一头墨绿色长发 将其编成一个发辫 依靠着石壁 道 叫我来干什么 杀人灭口吗 李兴没好气得道 你一个男人 留这么长头发干什么 还梳个辫子 从侧面看 简直比我还像个女人 林兴撇了撇嘴 道 这是帅气好不好 不懂就不要乱说 李兴不屑地道 帅气个屁 什么时候 你能长得比浩晨好看再说吧 林兴脸部肌肉 顿时牵动了一下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要打击我的吗 团长是比我长得好 不过 他似乎也比我更像个女孩子吧 李兴突然沉默了 看着林兴半晌 没有开口 林兴感受到气氛有些怪异 不禁疑惑地看向他 对不起 李兴略微低下头 之前是我错了 我不该没弄清楚真相 就呵斥你 更不该勾起你伤痛的往事 林兴的身体略微颤抖了一下 一抹挥之不去的伤痛 从眼底深处流过 他也略微低下头 将梳理好的发便甩到背后 没事 总会有人质疑的 说出来 我自己心里也能舒服点 林兴苦涩地说道 李兴缓步走到他身边 做错了 就应该受到惩罚 要不 你也骂我吧 或者打我 我都认了 他的眼神很认真 站在林兴面前 阴气勃勃地娇言上 却是一副慷慨负义的模样 林兴嘴角牵动了一下 大姐 你别闹了好不好 我打得过你吗 我不还手 李兴赶忙强调道 就这事 我回去了 林兴没好气地说道 一边说着 他转身朝来时的方向 就要离去 李兴跺了跺脚 我讨厌欠别人的感觉 你不还回来 我怎么面对你那些伙伴 够了 林兴猛地回过身 愤怒地道 打你 骂你 有什么用 你没说错 我就是个懦夫 我就是没有胆子 学习攻击魔法 就算我打你 骂你了 难道我的心病 我内心的伤痛 就能减少分毫吗 呜 林兴的话呼地戛然而止 他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 瞬间就瞪得更大了 如果有人能在这里 那么他就能看到一幕极为奇异的景象 一名鹰气勃勃的骑士 此时一只手按着魔法师的后脑勺 压迫着他的身体 撞击在石壁上 然后 声色地痛吻着他的唇 第85章 怒杀 下 林兴的大脑这一刻 就像是短露了一般 李兴火热的唇 就像是岩浆一般 融化着他的愤怒 和心中的悲伤 此时的他 只觉得全身一阵发软 眼前一片发白 整个人贴在石壁上 就像是变成了一幅壁画一般 纯分 李兴飞快地后退几步 背甲撞击在裂缝另一侧的石壁上 发出砰的一声 他的翘脸 已经变得一片火红 一如他那匹玫瑰独角兽 他虽然没有剧烈的喘息 但丰满的胸前 却不断起伏着 可见 此时他的心情 也是那么地不平静 这样行了吧 李兴恶狠狠地说道 但怎么看 却都有些色力内人的感觉 你不肯打骂回来 老娘又没你有钱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以赔给你 这样可以了吧 我不欠你的了 说完这句话 他亮亮呛呛地就往回走 没走出几步 却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回过身看着灵星 那依旧如同壁画般的样子 不禁怒道 死人 你别一副很吃亏的样子 这是老娘的初吻 一边说着 他还捡起一块小石子 丢向灵星 砸在他腿上 然后才转过身 飞也似的跑了 灵星有些僵硬地扭过头 看着李兴消失的背影 有些苍白的脸色疼了一下 变成了艳红 我 我被抢吻了 摸摸自己的唇 那火热的感觉 似乎还在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才扶着石壁走回到外面 脚下依旧有些虚浮 迎面碰上陈英儿 陈英儿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尤妖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不会是发烧了吧 怎么脸这么红 我没事 灵星摸摸自己发烫的脸 表情有些呆滞地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目光所及处 却并未找到李兴的身影 整整三天时间 两支猎魔团 才基本恢复了战斗力 当然 这其中不包括异军和点烟 这两位一个是透支巨大 还需要不断地调养 另一个 则是重伤未愈 但也总算可以行动 只是不能迎敌而已 这两天 李兴和灵星之间 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但却又都忍不住 经常会偷看对方 其他人也不是瞎子 自然能够感受到 他们之间有些怪异的气氛 只不过 现在身处险地 每个人都在努力恢复实力 谁也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些 只是以为 李兴骂过灵星之后 两人关系有些尴尬而已 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灵星总会莫名其妙地脸红 大家都过来一下 龙浩尘站在草身边 提高声音招呼了一声 众人立刻向他看过来 快速聚拢到他身边 三天了 除了草 义军和点烟之外 其他人都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我在恐惧悲笑洞穴内 见到了什么 那处洞穴究竟有什么 我这就展现给你们看 心中略微有些惭愧 但龙浩尘确绝不可能 真的将永恒之塔的秘密讲出来 如果他那样做了 对于眼前这些伙伴们来说 未必会是件好事 说不定还会给他们 带来很大的麻烦 听了龙浩尘的话 众人都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他 同时还带着几分敬佩 身为将级21号猎魔团团长 更是唯一一个 进入洞穴内探查过的人 可以说 如果龙浩尘想要隐藏 自己所发现的一切 市集4号猎魔团成员们 根本什么都说不出来 没有龙浩尘 他们早就连命都没有了 但龙浩尘却开诚不公地 要将自己探查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 他并没有吞掉任务功勋的想法 探查宝石在龙浩尘凌厉的注入下 将影像投射而出 恐惧悲笑动学内漆黑的世界 呈现在众人眼中 不得不说 探查宝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这玩意儿记载的不只是影像 甚至连声音都记录了下来 眼看着 龙浩尘出现在影像之中 开始探查恐惧悲笑动学内的情况 因为整个影像十分漫长 因此 在龙浩尘的灵力控制下 加快了整个过程 当龙浩尘在洞穴内 开始承受力笑声的侵袭时 看着影像中 他身体周围剧烈的灵力波动 众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虽然没有真正感受过 但也能想象 龙浩尘承受的压迫力有多么巨大 影响中的龙浩尘 释放出圣光照 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将影像暂停了 在众人愕然的注视下 沉声道 可以说 这次探查的结果并不理想 我也不清楚 这份影像 最终能否带给我们 完成任务的评价 但我在恐惧悲笑动学内 听着那利笑声 却领悟了一个技能 既然我们是一起来到了这里 一起努力出生入死 完成这个任务 我愿意将这个技能共享出来 给大家学习 也算是没让大家白跑一趟了 至于能否领悟 就看各自的机缘吧 龙浩尘这句话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尤其是世纪四号猎魔团的六个人 看着他的目光完全变了 露西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龙团长 你没必要这样的 自创技能不需要向任何人共享 这是属于你的能力啊 如果换了其他情况 或许龙浩尘也不会愿意共享出 自己好不容易领悟的能力 但是 因为永恒之塔的秘密 他对世纪四号猎魔团 多少有几分愧疚 他心中的那份善良 令他做出了这样类似于补偿式的举动 龙浩尘微微一笑 道 我领悟的这个能力也不是谁都能够学习的 相对来说更适合于近战中的战士 露团长不用推辞 我既然说出来了 就一定会做到 下面大家要注意听 我会将我整个领悟的过程都说出来 能否学会 还是要看你们自己了 我将这个技能命名为光之荡漾 一边说着 一个贴身的圣光照 从龙浩尘体内释放而出 他向李星示意道 姐 你攻击一下我的圣光照 慢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 李星有些感慨地看了龙浩尘一眼 自己这个弟弟最大的缺点 恐怕就是太闪亮了 这可是自创技能啊 不过 他依旧还是按照龙浩尘说的做了 在他眼中 龙浩尘身上的领袖气质 正在变得越来越强 他既然要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火红色的重剑压上圣光照 李星催动灵力 动作缓慢地向圣光照内切去 就在他那重剑刚刚接触到圣光照的一瞬间 突然 嗡鸣响起 紧接着 令李星目瞪口呆的是 他手中重剑竟然划开了 根本没能切入到龙浩尘的圣光照内 众人都在仔细地看着 他们清楚地看到 当李星剑上的灵力侵入圣光照的一瞬间 整个圣光照展现出一种剧烈震荡的感觉 李星的剑也就在这震荡过程中被划开 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圣光照的防御能力 龙浩尘道 光之荡漾这个技能 是我根据恐惧悲笑动学内 那力笑声所领悟 力笑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强大的冲击 因为声波的高频震荡 而我们如果能用自身灵力 模拟出这份高频震荡呢 那么 光之荡漾就出现了 它可以同时 作用于攻击和防御技能 在付出相当程度灵力的情况下 也能大大增强我们自身攻防能力 接下来 龙浩尘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对光之荡漾的理解 完整地讲述了一遍 并且多次做出释放 将光之荡漾的威能 展现在众人面前 正像龙浩尘所说的那样 光之荡漾并不适合于法系职业 只有近战者能够使用 每个人也都清楚地感受到 这个技能的强大作用 韩道斯的感受是 光之荡漾附加下 所产生的恐怖攻击力 而点烟这样的盾战士 感受到的 则是防御力大幅度提升的好处 探查宝石 继续将整个影像的过程放完 龙浩尘将自己的感受 也都说了一遍 永恒之塔 出现在整个影像的最后过程 直到怨灵扑向龙浩尘的那一刻为止 当时我只觉得大脑中充满了刺痛 那怨灵仿佛要侵占了我的身体似的 就在这时候 浩月赶到了 凭借着灵魂冲击 赶走了那两个怨灵 接下来 我就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昏迷 等我清醒过来后 那座高塔就已经消失 从始至终 我都没弄明白 那究竟是什么 探查宝石的记录能力 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没有记录下 我昏迷后发生的事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就算那座高塔依旧存在 也不是我这种级别的修为能够面对的 这番说 此龙浩尘早就想好了 此时说出来 心中虽然有些愧疚 但想到死灵法师 对于人类世界的冲击 他终究还是硬下心肠 将自己半真半假的故事说了一遍 听完他的话 出奇的是 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 影像中显现出力效的威力 他们自认根本不可能抵达洞底 更不可能比龙浩尘做得更好 任务也只能是这样了 韩道斯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龙团长 既然如此 我们将这影像交回去 起码也应该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吧 那个 你的那个技能能否 第八十六章 魔都星成 上 韩道斯显然是 说出了所有进战者的心声 看着那一双双火热的目光 龙浩尘微笑着点了点头 好 那我现在就指点大家修炼 再修整一段时间 我们想办法返回联盟 一时间 众人全都聚精会神地 学习起光之荡漾这个技能来 至于他们对龙浩尘的那份感激 也随之悄然埋在心中 集体学习秘技 还是个人领悟的秘技 这在圣殿联盟的历史上 恐怕都没有出现过 在这种时候 个人的悟性 就完全展现出来了 一天之后 韩宇率先领悟了 光之荡漾的奥妙 第二个领悟的是司马仙 司马仙虽然是牧师 不过他可是暴力牧师 他几乎是和韩宇 不分先后领悟的 光之荡漾奥妙所在 相对来说 身为牧师的他 领悟一个骑士的自创技能 显然要比韩宇困难许多 可他却只比韩宇慢了片刻 龙浩尘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些失效 一个人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 往往也能得到一些 学不会治疗魔法的司马仙 在学习攻击技能方面 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反观是集四号猎魔团那边 三名近战职业 却还没有找到丝毫头绪 理心也是如此 龙浩尘嘴上不说 零力以及属性有很大关系 司马仙和韩宇 之所以能够快速领悟 主要就在于 他们的先天内灵力 在得到自己天赋压制共享后 已经高达八十 而且这两人又都是光属性 自己的一切领悟 都是建立在光属性条件下的 他们学习起来 自然要比其他人容易许多 接连三天时间过去 点燕和韩道斯 先后颓然放弃了 对光之荡漾的领悟 理心和王源源 虽然依旧没能学会 可他们这两个女人 却像是叫上了劲 不折不挠地天天都在练习 他们追求的也都是攻击 光之荡漾这个技能的巨大作用 都看在眼中 而且龙浩尘又是如此轻囊相受 他们都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当然 坚持并不能完全弥补悟性上的差距 他们最终能否学会这个技能 还很难说 但至少努力了 就有成功希望 露西一直在冷眼旁观着 经过了这么多事 她心中暗暗感叹 看来 自己这支猎魔团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龙浩尘他们了 除非以后能够有什么奇遇 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吧 来到这里休整 已经过去了七天时间 韩道斯曾经悄悄地摸到前面 去探查过 恐惧悲笑洞穴那边 已经被恶魔族大军彻底控制了 他没敢过于接近 但他传回的消息却告诉众人 在恐惧悲笑洞穴那边 至少出现了三位恶魔领主 而且很可能 还有比恶魔领主更加强大的存在 也出现在了那里 很显然 先后上百名大恶魔骑士的损失 已经令恶魔族动了真火 而且 他们也是对恐惧悲笑洞穴 势在必得 路西单独找到龙浩尘 龙团长 现在外面有恶魔族大军在 但对我们应该没什么影响 点烟和异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除了装备受损之外 我们两个团队 现在也基本保持在最佳状态 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回去了 龙浩尘点了点头 道 没错 此地不宜久留 不过姐姐和圆圆 还在领悟光之荡漾 如果现在打断他们 恐怕他们以后 再也没有领悟的机会了 我们想要用最快速度 平安返回联盟 最好的办法 还是和来世一样 走月魔族的路线 路西一愣 你是说 要去找那个月夜商会的会长 龙浩尘汉首道 正是如此 他被踩而下了禁止 也不怕会耍什么花招 如果有他的掩护 我们返回联盟 应该能节省许多力气 路西道 可是 这样依旧有一定的危险性 万一那月夜不顾一切地暴露了我们 岂不是 龙浩尘道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虽然可能性极小 但却不得不防 我打算单独去一趟月魔族的地方 月夜曾经给我留下过地址 就在中央行省魔神宫旁边的月魔宫 我自己去找他试探一下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再来接大家过去 这样也能安全一些 而且有浩月和我之间的血气传送 就算遇到危险 我脱身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深深地看了龙浩尘一眼 苦笑道 和你这个团长相比 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龙浩尘拍拍他的肩膀 道 陆团长 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有你在 我们同样走不到现在这一步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成员 这次能够在魔族中 小友收获 是每个人的功劳 我们是个团结的集体 大家更需要你的治疗 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晚上 我接着夜色走 这一遍就交给你了 彩儿现在失去了四感 他又不能与浩月一同传送 所以我必须要将他留下 如果这边出现危险 浩月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将我传送回来 陆西点了点头 道 你放心去吧 我会做好隐蔽措施 两个团长的简单交流 已经确定了团队之后的走向 龙浩尘回到彩儿身边 轻轻地拉过他的手掌 在他掌心之中 将自己的决定写了出来 彩儿依偎在他身边 用纤细的手指 在他掌心中轻轻地滑动着 早点回来 没有纠缠什么 也没有坚持 要跟他一起去 这就是彩儿 永远为了龙浩尘着想的彩儿 轻轻地搂着他 感受着他娇躯的柔软 龙浩尘这些天来 紧绷的神色 总算是放松了一些 他已经决定了 这次回去后 在彩儿没有恢复 失去的四感之前 他是不会再带队执行任务了 就留在盛城 好好陪伴他 度过这艰苦的日子 灵星 你过来一下 龙浩尘朝着不远处 正在努力 炼制丹药的灵星 招呼了一声 灵星炼制丹药的器具 都是随身携带的 为了让他能够安心炼制 龙浩尘专门为他 开辟出了一片平坦的空间 听到龙浩尘的呼唤 灵星赶忙跑了过来 团长 这几天效果还不错 我们这次 虽然艰难险组不少 但获得的好材料 比我以前加起来都多 只是这里的条件 比较简陋 我还没心思研究新药 但至少以前的丹药 都能炼制出一些来 我的主要精力 全都放在炼制大回灵丹上 今天应该能出第一炉 我估计七 八克 还是没问题的 正像龙浩尘所说的那样 在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体现出了 必不可少的作用 灵星的丹药 每每在关键时刻 发挥重要作用 是大家都看在眼中的 当然 暴灵丹和嗜血丹 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对于这支团队来说 现在更重要的 反而是大回灵丹 毕竟前两种丹药 还有一定留存 大回灵丹多弄一些 也可以分给市集 四号猎魔团 当然 这玩意儿 是要让他们用功勋 来换取的 一颗一百点功勋 这是灵星定的价格 反正据他自己说 这可是超低价 灵星绝对有奸商的本质 最终 他并没有收取 市集四号猎魔团的功勋 在保证给他们每个人 提供三枚大回灵丹的条件下 剥夺了市集四号猎魔团 获取所有魔兽尸体的资格 这其中也包括 现在已经收好的魔兽尸体 陆西他们的储物魔器 得到的魔兽尸体 除了魔精之外 全都被灵星 用这种方式换了过来 赚是肯定赚的 但是能赚多少 就只有灵星自己知道了 龙昊尘点了点头 道 我叫你来 不是为你炼制丹药的情况 这方面我们都不懂 你自己看着办就好了 灵星一愣 疑惑地道 团长 那还有什么事 龙昊尘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其他人 压低声音道 我是要问问你 你跟我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几天 你们可很不对劲 啊 灵星吓了一跳 险些跳起来 脸顿石红的 像主书的瞎子一般 真的有事 龙昊尘一惊 没 没有 灵星赶忙辩解道 我和李星姐 能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都没有 真没有 龙昊尘没好气得到 你的表演真不怎么样 要是有镜子 你就自己照照 你那脸红的 比小姑娘还小姑娘 不说是吧 好 我也不勉强你 你去吧 我待会儿去问我姐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我姐了 呵呵 灵星一脸苦笑地道 团长 伟大的团长 你就放过我吧 太丢人了 我真不想说 龙昊尘脸色一沉 道 灵星 我姐斥责过你 是她不对 但是 我们两个团队 现在毕竟是在一起执行任务的 彼此之间要相互帮助 相互信任 我不希望你心中有什么芥蒂 否则的话 我们如果再遇到危险 很可能会造成团灭的后果 你明白吗 灵星实在是忍不住了 老大 没那么严重 我哪会记恨李星姐啊 我 龙昊尘直视着她 等她说下去 第八十六章 魔独星城中 灵星偷眼看了一眼其他人 终究还是一跺脚 道 好 那就告诉你吧 我让你姐占便宜了 她抢稳了我 啊 龙昊尘千算万算 也没算出竟然是这个结果 这一声惊呼 声音大了点 令其他人都不禁朝这边看了看 老大 你小点声 不然我就没法做人了 灵星一脸尴尬地说道 脸色也更红了 龙昊尘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灵星 你自恋我们都不在乎 可是 你也不能自恋到这种程度吧 我姐怎么就还抢稳你了 人家可是女孩子 你这可是污蔑人家清白 我 灵星哭笑不得的道 老大 难道我还能骗你吗 要不是你 我能加入咱们这个猎魔团吗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吧 她实在是没办法再隐瞒下去 凑到龙昊尘耳边 将自己和李星之间发生误会 后来李星找到她 两人又发生的那些事情 整体说了一遍 听完了她的讲述 龙昊尘的目光也有些呆滞了 看着不远处正在努力 修炼着的李星 一时间不禁说不出话来 这叫什么事 姐 你这也太彪悍了 灵星怕龙昊尘不相信自己 还学着当时李星的样子 反手勾住自己的头 道 老大 你看 当时星姐就这个动作 一只手搂住我的后脑勺 她可是骑士啊 我只是个魔法师 我就算想要挣扎 也挣扎不了啊 然后就 看着她那一脸悲愤的样子 龙昊尘没好气的道 是你占了便宜好不好 我姐可是女孩子 还是初吻 这都便宜你了 你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 灵星低声道 老大 我是没什么不满意的 可是 可是我其实也没赚啊 我也是初吻啊 啊 龙昊尘一脸不幸地看着她 你能是初吻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吗 那拍卖场里的小姑娘 都恨不得把你吃了 要说 你是个花心大萝卜 我倒是信 你还能有初吻 我看一万吻都没有了吧 灵星叫起撞天驱来 老大 我说的真是实话 我最多只是自恋点 但还是很洁身自厚的 爷爷管得严 要是我真的跟什么女孩子闹出绯闻来 她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而且 我虽然比你年纪大点 但现在也还不到二十岁呢 我也没那么早熟啊 要是我天天都在女人身上混过去了 还能成为这么优秀的魔药师吗 龙昊尘脸色怪异地看着她 半晌之后 才试探着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灵星美好气得道 这可是我的初吻 是我的第一次 怎么能当没发生过 而且还是被强取豪夺了 我 龙昊尘揉揉脑袋 道 行了 你继续去练药吧 这种事我可没办法 你自己看着办好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许伤害我姐 否则 我绝不会放过你 灵星轻轻地点了点头 突然压低声音道 其实 我还是挺喜欢 比我年纪大的女孩子的 星姐也挺漂亮的 老大 你说 要是我去追求星儿姐姐 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如果你试了 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不是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要是你真的有心 那你尽管试试好了 今天晚上 我要去月魔族 给咱们寻找退路 你可以先好好想想 嗯 灵星道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呢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被星姐强吻过之后 我突然发现 她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是想要主动追求她 可又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 这个我真没经验 老大 你教教我好不好 龙浩尘没好气得到 我怎么教你 你没经验 难道我就有经验了 灵星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当然有经验了 彩儿才多大 都能被你哄到手 这还能是没经验吗 滚 龙浩尘一脚踹飞满脸坏笑的灵星 搂着彩儿 不再搭理她了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加 对于灵星龙浩尘的了解 也越来越多了 无论是相貌 秉性 还是能力和家庭 她也算配得上理心 如果她是真心真意的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一切还是看缘分吧 她并不打算掺和进去 她相信自己的姐姐 会把握好的 热透西锤 黑夜渐渐强度了大地的控制圈 龙浩尘也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山谷 朝着远方而去 恐惧悲笑洞穴 本身就在魔族中央行省范围内 她在地图上早已标明了方向 从山脉的侧面绕出 然后朝着中央行省 核心区域飞驰而去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龙浩尘整体能力 都有了极大的增幅 虽然没有骑乘浩月 但她自己在旷野之中 全力奔行起来 也是快于奔马 此时的她 已经重新戴上了 月魔族的魔童 穿上了当初月夜 给她的那身衣服 借着夜色 朝此行目的地飞速而去 今晚的夜色很美 夜空如洗 星光璀璨 一轮上弦月 散发着朦胧的月光 在星光的眼映下 散发着柔美的色泽 龙浩尘虽然人离开了 但她的心却都在彩尔身上 她这次向浩月 下达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 不许她离开彩尔半步 一旦有情况 她就能第一时间 返回到彩尔身边 她绝不允许 再有任何人 伤害到她的彩尔 即使对于龙浩尘来说 却并不估计 心中回想着 此次任务的全部过程 总结得失 毫无疑问 此次任务从一开始 就脱离了她的掌控 原本要借助的游离商人 却遇到了大麻烦 接踵而来的 就是一场场战斗 但总体来说 他们还是幸运的 至少直到现在 还没有人死亡 艰苦的战斗 最能磨练人的意志和能力 龙浩尘相信 只要他们这次 都能活着回去 无论是将级21号 还是世级4号 这两支猎魔团 都会有极大的进步 而且 这次的收获是相当巨大的 猎杀了那么多魔族强者 他只需要简单计算 就能算出 但是他们将级21号猎魔团 通过击杀魔族 获得的功勋总数 就已经超过了1万 具体多少 他现在还没发判断 但1万已经是 最保守的估计了 实力越强 付出的自然也就越多 龙浩尘和采尔 就是典型的例子 采尔就不用说了 他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以五阶实力 击杀一名 七阶级别的恶魔领主 再一次让龙浩尘 看到了轮回凌卢的恐怖 而龙浩尘 也充分展现出了 一名领袖应有的 强大实力 无论是统帅 还是作为团队核心 他都近乎做到了完美 而这次任务中 收获最大的 也是他 之前休整的几天中 龙浩尘用灵力探测宝石 检查了自己的内灵力 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名 九级大地骑士了 内灵力高达3700以上 而且 圣影灵卢明显 又有了下一步进化的趋势 再加上光元素精灵雅婷 以及那不知道级别的 永恒旋律项链 龙浩尘有把握 只要给他安稳的环境修炼 最多不超过两个月 他就能够冲击灰耀骑士的瓶颈 要知道 从他突破五阶到现在 满打满算 也不到半年时间 这样的修炼速度 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恐怖了 而这些还都不是他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收获 是永恒之长眠 尽管他现在还不知道 那座永恒之塔 最终能带给他什么 但是 这座有法神级别的死灵法师 留下的奇异高塔 恐怕足以和神器媲美了吧 一定要活着回去 龙浩尘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只要能活着 下一次再进入魔族境内执行任务时 自己一定会拥有飞行的能力 从恐惧悲笑洞穴所在的那片山脉 到达他此行的目的地 大约有近400里 以他现在的速度 当天色大量之时 应该能够到达了 魔族中央行省面积辽阔 地处平原 总面积几乎占据了 魔族统治区域的十分之一 也是全部24个行省中最大的一个 魔族的首都 就坐落于中央行省核心 但它却并不叫魔都 而是叫做星城 取自魔神之心的意思 魔都星城乃是原本 人类一个大帝国的首都 后来被魔族占领后进行改造 经过数千年时间 才演变成了现在这样 星城极为巨大 是人类圣殿联盟 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相比的 几乎相当于20个 驱魔官那么大 星城城正方形 其中 魔皇宫就坐落于星城正中 本身就是城中之城 魔神皇丰秀那排名第一的魔神柱 也就在魔皇宫内 除了魔皇宫以外 在星城的四个角 分别还有四座巨大的宫殿 分别居住着排名第二 三 四 五位的魔神 他们的魔神柱 也都在各自的宫殿之内 这五根最强大的魔神柱 全部都在这里 可见 星城对于整个魔族的重要性 当龙浩尘看到 这座巨大到恐怖的城市时 天已经亮了 可是 就因为这座城墙 全部是漆黑色的巨大城市 他竟然看不到黎明的曙光 第86章 魔都星城 下 在这座巨大城市的上空 乌云徘徊 居然和城外的环境 截然不同 没有一丝阳光 能够照耀在这座城市之内 从远处看 龙浩尘只能依稀辨别到 一些朦胧的黑气 似乎不断从城内涌上天空 仅仅只是看 他都感觉到 一股明显压抑的感觉 体内的光属性灵力 似乎被压制得很厉害 这地方的黑暗元素浓度 至少是外界的三倍以上 放慢速度 龙浩尘简单地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服 取出月夜当初给的那块 令牌握在手中 揉了揉面颊 让自己的表情放松一些 然后才昂首阔步地 朝着魔都星城的方向走去 一夜狂奔带来的疲倦需要恢复 而且他 总不能召唤出光元素精灵 雅婷这个 在魔祖岭地内 宛如太阳般的存在帮助自己 现在放慢速度 就是在缓缓地恢复身体疲倦 从看到星城到走进城门 龙浩尘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星城实在是太大了 以至于每一面的城墙 都有十座城门之多 这在圣魔大陆的历史上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龙浩尘选择的是东城门 这里负责镇守的 正是月魔族 星城的四座城门 分别由排名二 三 四 五的魔神族人镇守 东城就是月魔族领地 龙浩尘现在的样子 一看就是月魔族贵族 最多就是身上略带积许封城而已 在他出示了 自己那月魔自觉的令牌之后 立刻被守卫城门的月魔族士兵 恭敬送入城中 不过 龙浩尘背后也是冷汗直茂 因为仅仅是这些月魔族 最低阶的士兵 似乎都有四阶左右的实力 并不逊色于恶魔族的大恶魔 他不禁暗暗想到 如果不是那位月夜公主 本身有一定的人类血统 或许自己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实力 就远不止五阶那么简单了吧 看似从容地走进星城 龙浩尘在一个较为偏僻的角落占定 打量着这座魔族最核心的城市 魔族星城内的道路十分宽阔 足以令月夜当初那种 大型马车实车并行 也不会拥挤 街道两旁 店铺林立 很多都是高层建筑 古朴的样式 甚至还能看到几分辉煌年代的建筑特色 六千年过去 魔族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同时 他们也在逐渐融合着 人类世界的各种知识 如果只是骤然看去 这座城市似乎和人类城市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比任何人类城市 还都要繁华 但仔细看的话 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建筑 绝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就算不是黑色 也是冷色调 街道上虽然也偶有人类出现 但更多的 却是各种魔族 当然 像泽灵族双刀魔那种低尖魔族 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更多的是 强大的存在 显然 能够入住星城 对于任何魔族来说 本身就是荣耀的象征 这就是魔族的底蕴吗 龙浩尘心中暗暗感叹 因为他在街道上过往的魔族中 已经至少看到了 四名六阶强者 甚至还有一名七阶的存在 而他们走在魔都星城的街道上 也就像是普通平民那样 并没有前呼后拥的景象 短暂的观察后 龙浩尘没有在座停留 直接朝着此行的目的地走去 他有地图 进入东城门后 在这近乎是正方形的城市内 根本不可能走错路 魔都星城实在是太大了 龙浩尘还是就近而入 等他走到月魔宫前的时候 都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尽管事先对于星城 也算有所了解 但真正站到月魔宫前的时候 龙浩尘心中依旧充满震撼 这根本就是另一座小城市啊 暗紫色的高墙 足足超过十丈 宽阔的宫墙 直接与城墙组成了一个 不知道有多大的正方形 宫墙呈暗紫色 走到这里 龙浩尘能够明显感觉到 空气中暗元素的再度增强 这里的暗元素波动 比至城内其他地方 又要增加一倍强度 圣蒙大试炼场 恐怕都没有这座月魔宫大把 而这样的地方 除了魔皇宫外 在星城内还有三处 龙浩尘突然感到有些无力 如此强大的魔都 要何等力量 才有可能将其攻破呀 人类真的能有彻底 击败魔族的一天吗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 只是一闪而逝 他的信仰是相当坚定的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来到月魔宫宫门前 龙浩尘只是拿出 自己那块月魔自觉的 另排黄了一下 就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 月魔族子觉 这觉位可不只是月魔族有效 而是在整个魔族中都有效的 身为月魔族贵族 地位尊崇 只有月魔族族长 月魔神阿加雷斯 才有直接命令他的资格 守卫们见到这位年轻的月魔子觉 赶忙躬身行礼 丝毫没有怀疑龙浩尘的身份 除了令牌之外 龙浩尘那甚至可以用角色 来形容的相貌 就是最好的入门验证 在月魔族之中 地位越高 实力越强的族人 相貌就越是俊美 而龙浩尘的相貌 恐怕月魔神阿加雷斯 都未必比得上 守卫们一看到他的子童和相貌 立刻毫不犹豫地退到一旁 甚至都没敢去看他晃动的令牌 月魔宫很大 龙浩尘按照月夜给他的地图 快步行进 同时完全收敛自身气息 这里的危险性他很清楚 月魔神乃是魔族72种魔神中 排名第二的强大存在 在这座月魔宫之中 恐怕九阶强者 不会少于十位吧 在这里要是暴露了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 立刻借助于浩月的血气 传送离开 连片刻都不能停留 相貌成为了最好的通行证 龙浩尘一路行来 也是暗暗称奇 所有见到他的月魔族 无论男女老幼 还是实力强弱 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恭敬之意 甚至主动退到一旁 向他行礼 请他先行 虽然月夜也向他提过一句 相貌在月魔族之中的作用 但龙浩尘也没想到 这作用竟然会如此之大 但无论怎么说 这总是好事 给他避免了不少麻烦 月魔宫内有外宫和内宫之分 外宫居住的 都是月魔族强者 而内宫则是月魔神直系 才能进入 相比于外宫那些宽阔的高墙 内宫才真的有些像是一座宫殿 当龙浩尘进入内宫宫门时 总算是被检查了一下 不过 他那月魔自觉的令牌 起到了作用 令牌上代表直系的灰迹 令他轻而易举地通行而入 一步跨入宫门 龙浩尘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呼吸 都有些困难了 这里的暗元素 实在是太过浓郁 浓郁到粘稠的程度 每一口呼吸 似乎都有暗元素 冲入自己体内 与自身光元素 激烈的交锋 这种感觉绝不好受 龙浩尘明白 如果自己在这个地方 长时间待下去 恐怕修为 都会不断地被削弱 看来 月魔神的魔神柱 就应该在这月魔宫之中吧 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紫色的威鹅宫殿 连绵起伏 高贵 素雅 还带着浓浓的威鹽 仅仅是这座内宫 规模都堪比 圣殿联盟 圣城执政府邸了 龙浩尘进门之后 没敢多看 迅速地从侧面绕行 绕过正面的宫殿 连续拐了几个弯 在内宫中一个 较为僻静的地方 走到一座 不算太大的寝宫所在 周围是茂密的植物 这座寝宫 相比于其他宫殿的威鹅 更显几分素雅 站住 不知道这里是 公主的寝宫吗 也敢乱闯 两名身材高挑的女性 岳魔族族人 挡住了龙浩尘的去路 只是一眼看去 龙浩尘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两个看上去 不过二十多岁的岳魔族姑娘 修为都在六街 这就是天赋吗 龙浩尘心中暗暗苦笑 尽管他知道 这是人家天生的能力 后天修炼上这些魔族 还比不上人类 但也不禁升起几分极度之意 请将领牌交给公主 龙浩尘将自己的 岳魔子绝令牌递了过去 然后后退两步 傲然而立 看到令牌 两名岳魔族姑娘的脸色 顿时柔和了许多 请子绝大人稍等 一边说着 其中一人身形一闪 龙浩尘只觉得自己视线中 多出了一道紫色月光般 下一瞬 那姑娘的身影就消失了 时间不长 月光在亮时 那姑娘已经出现在原本的位置 子绝大人 公主殿下有请 嗯 龙浩尘微微汗手 大步走了进去 两名守门的岳魔族姑娘 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低声道 哇 真是好帅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英俊的子绝大人呢 难道她是咱们公主 未来的丈夫吗 另一名姑娘羡慕得道 可能是吧 也只有这样英俊强大的族人 才能配得上公主殿下 你看她的相貌 近乎完美无缺 我估计 她至少 也是八阶强者才对 而且 用不了太久 应该就能达到九阶吧 她肯定还没超过五十岁 月魔族的平均年龄是五百岁 五十岁对于他们来说 是绝对的年轻 只是月魔族和逆天魔龙族一样 繁衍后代的能力 实在是弱了些 调整体内灵力 龙浩尘在确定自己 与浩月之间联系正常后 这才走入面前宫殿 这才走入面前宫殿